朝鲜又有动作了 继5月初发射两个飞行物之后 7月25日清晨又在东部原山市 向日本海发射两枚不明飞行物体 引发国际关注 综合媒体报导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朝鲜在当地时间25日清晨5点34分与5点57分 在原山一带向日本海域方向 发射两枚步行飞行物体 经军方研判疑似新型飞行器的短程飞弹 飞行高度约50多公里 其中一枚飞行距离约430公里 另一枚则飞得更远 目前韩国军方正密切监视平壤的下一步动作 有专家分析指出 从飞行距离与轨迹来看 25日的飞行物与朝鲜5月4日发射的朝鲜版 伊斯坎德尔飞弹短程导弹相似 美国与韩国军方目前准积极分析 朝鲜这次试射飞弹的具体参数 不过拼让此举出乎外界意料 因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6月30日才与美国总统川普 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见面 两人握手寒暄 气氛融洽 但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金正恩的态度却180度转变 大动作试射飞弹 全面军事升级 外界预测这也让好不容易露出 一线曙光的美朝关系再度陷入僵局 优优独播剧场上